所以认识那么严重的情况 所以在六十年代的时间 马尔卡斯有一些政治家开始提这个问题 说这样不行,我们应该保持我们的方法 我们要在这个方面改变我们的政策 那那个Vigility的那个布兰特是以后的德国总理 他也是那个罗贝尔的那个和平奖家 得到了他的那个东欧政策 所以他在德国的仪式,德国的现代仪式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家 他在依旧有一年已经记这个问题 让大家了解他已经很长继而会知道 社会未来的议题会有哪些 然后已经有一个感觉 这个问题是一个未来很重要的问题 嗯,其实那个黄暴的议题 虽然变得越来越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改变是70年代 那个市有危机对德国来讲 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因为第一次德国社会讨论 啊,可能我们的天然资源是不够的 他可能没有限制 而这个时间也有那个罗马俱乐部 呃,他们这个研究的时候 他们也呃,宣布了一些 就是说,呃,在某某年 我们没有,呃,是有了 我们没有什么这样的自由了 他们的语字虽然都不对 可是他们的那个相反 对我们德国的政治有很深刻的影响 也,所以因为有那个石油危机 呃,德国政府慢慢开始 实现一些防暴检测 一个是那个,呃,不开车的行期间 在这个上面的,呃,这个照片 是在高速公路上 普通,你们知道,德国的高速公路 会超过两百五一,没有问题 可是,这个时间,请今天 大家也能告诉我们路个人三公路 呃,呃,表示一下那个防暴的希望 所以他们都觉得,今天我们不开车 我做一个防暴方面的游戏 呃,可是,在这个时间 今天虽然有这些小伙伴的做事 很多的德国人 很多的投票之物 还不肯定 他们还会觉得,所有的德国政治党 不知道是 路正欧是优乃是作文 他们做的不够 他们在报告方面 不够强 这是新的战争 所以,呃,在1980年 成立那种驴党 呃,驴党其实跟我们那个 呃,呃,呃,六八年 那个年轻人的那个那个改革 有人,也有关系 其实 他们的想法是 我们以前的政治家太保守 他们不了解现代化 他们在苏尔方面 呃,呃,他们不能 嗯,接受 显代 社会的恩 blank 所以 从这个处罚店 那个旅党整理了 比他们很快 有一个机会 当行政党 在黑森邦 就是在下面的照片 其实是第一个 旅党的部长 是在黑森邦 在1908年 你们看他的衣服 他穿了个运动鞋子 他不穿西装 他 这个都是要表示 我们做不一样 我们不是那么保守 我们是完全新的一个政治党 很多人这个时间 在德国 不喜欢这个东西 所以旅党这个时间 让很多人不高兴 我给你们看 在1983年 旅党进入了 我们德国的国会 你们看 有一个照片是 库尔总理 他旁边看那个女党 他们穿的衣服 他们的那个穿头发 因为他的眼睛 觉得勾清楚说 他看好多对写 在旁边 这些文员 你们在台湾 会觉得怎么样 在德国 跟上一样 很多德国人觉得 太太厉害 多人的国会 不能把这些人 也太太厉害 所以很多人 不是说 大家马上同意这些民党 呃 这个民党的政策 都不会看好 可是他们 因为进去的这个国会 他们的理想当然越来越大 他们让所有的政策 越来越像 那我们怎么样 可以改变 我们自己的政策 让投票这些人 回来我们的 这是我们民族主义 最大的问题 因为他们突然发现 哦 投票之 越来越区别的方向 如果我们 这么软 他们回来 他们不会等到一个 大家走得的时间 他们发现 5%的投票之 在改变中 哇 他们已经有反应 已经会改变了 这样子 那 在1986年 有那个 Channelry的那个灾难 这个呢 是对 对国来讲 但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 因为虽然我们 已经看见了一个 社会营养器的改变 嗯 就是很多的政治党 还不愿意 够接受新的 这个社会的想法 这个子牌量 其实让大家了解 OK 现在没办法 嗯 我们应该应该 变成一个想法 那个 绿党 其实他们的一个 成立的人子 是 反对的 从开始 他们是 第一党 反对核党 别的党 也包括那个 社会民主党 所有的德国党 他们都支持核党 在六十七十年代 只有女党说 这个 这个核党还会下 那因为这个灾难 突然发生 遇了很多 很多的政治 呃 这个就是党 愿意改变 他们的想法 也 也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灾难 如果 他好生 他不一定会影响 一个种子 但是在德国的情况下 他的印象是那么强 因为已经很多人 在社会里面 有 有 有 自己的看法 那其实 帮助很多的政治家说 哦 因为这个灾难 现在改变 我的想法 我们现在改变 我的想法 我们看一下 看 如果现在的一次 就是 也还有第二次的发生 这样的情况 那有什么 好过呢 因为那个 就是在那 德国建立的一个 呃 联邦 黄保金 黄金户 第一次 见到的 所以你看 德国其实 在巴士年代 早一开始 在一个整处里面 有一个机构 我看 呃 第二个是 1990年 我们有第一个 那个 材生能源法 这个时间 呃 德国的政府认为 啊 虽然我们的 技术学者 还是很少 就是我们应该 呃 呃 鼓励 创新 嗯 我们应该 给一个研究 比较多的 呃 机会 发展 就是分裕 或者别的方面的 能力 资源 如果他们想出来 这样的技术 我们要理解他们 我们要帮助他们 所以虽然这个 1990年的 那个 再生能源法 是非常小 他们的 他其实是一个 主法人 他让越来越多 人的研究所 才是 这个方面的最佳 呃 嗯 嗯 嗯 在1998年 德国政府改变了 从那个 右派的 呃 基督民主党 自由民主党 到 呃 右派的 收贺民主党 一个绿党 那个绿党 在1998年 呃 变成那个 德国联邦政府的 新政 呃 呃 呃 在这个时间 呃 因为他们的 呃 这两个党的人事很强 他们要帮助 那个 环保政策 他们一定要提到 那个 财神能源在德国 他们很多 有这个方面的想法 所以他们实现 在1998年 很多的法律 呃 第二 那个 财神能源法 财神能源法律 呃 那个法律 它其实 开始有那个 上网的价钱 所以 财神能源法律 这个时间 在开始 这个 用 呃 呃 也呃 建立了一个 那个 环保税 我觉得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说 在能源 这个词里面 我们说到 很长期的 投资 所以 他们的那个 环保税 是说 他们屋檐内 每版面 会提高 那个 湿油的价钱 放一个税 多少 所以 每个人 要买 新的 离物车 他们已经知道 哦 等一下 我的油 那个价钱 会一步一步提高 所以他们马上 越来越看 我的行车的 那个 那个消耗是多少 他们越来越管 这个 投资的影响 越来越管 运用的价钱 以 我也不说 那个 很多 很多 在业当 批评政府这个事情 说 哦 政府就要赚钱 政府就要赚钱 没有什么 他们用 那个税的收入 放在社会保险制度里面 所以他们补贴 那个 退休制度 他们补贴 可能检报制度 呃 这样他们检疫里的公司 所以比较少的在业当中 这个领域 嗯 看这个 这个 这个那个 第二部 《宅生能源法》 也很重要 说清楚德国 一个特色 就是欧盟的一个特色 看那个 能源市长 他是一个 自由市长 嗯 德国一直都没有 能源价钱的补贴 其实德国的能源 一直有水 一直有一些 然后他便更轨了一些 那个加钱以外的费 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比较简单 呃 确定这样的一个法律 因为我们现在在东方有 500多 呃 那个供应点的 发电的公司 500多 大范围 这个不包括一个 呃 自己在家 弄 呃 他的太阳板 或者一个 人民 放在他的土地上 呃 这些小范围的 不包括 大范围的 自己法电的公司 在这样的情况下 呃 比较简单 呃 呃 攻击无间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是新的行政党 呃 是新的行政党 他们其实虽然以前 在他们是 宰叶蛋的时间 他们肯定那个 新的那个 环保法律 他们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了 他们发现 哦 是一个社会公司 就是 这个绿色的发展 所以 他们 呃 虽然 有一些方面的 他们还不满意 他们 在想 哦 可能最好 我们 呃 试试实现一个 全对落的公司 一个 能源政策的公司 我们建立一个 40年未来的 能源政策 这样 大家要知道 我们的发展怎么样 大家可以投资 在这个一个玩家乡 误会的模作 大家走在一样的方向 以呃 这个时间 其实只有一个 讨论的部分 还是和能 因为 这个新的政策 他们要延长和能 呃 呃 以前的那个 呃 1998年的政策 他们 呃 能源政策 也包括一个 非和的政策 到2020年 以新的政策 要改变这个部分 别的部分 大概 大概 大家 就是那个 和能 还是一个很大的 很多 很多的条例 以新的政策 呃 要延长 使用和能 让很多 德国人不满 发生这个 很多的感应 很多人不满 一个新政府的那个 延长和能的决定 以 他们 你们记得 他们在2010年 决定那个 2015年的能源政策 所以 某可儿 呃 总理 下一天 出来说 OK 我们不要延长 永和能 我们现在 真的要做一个 全国的一个公司 关于我们的能源 未来 以 六月份 呃 那个 德国的国会的 百分之八十 都不满 都不满